现在整个全世界 不管是人才也好 或者整个经济发展也好 都是去向整个国际化 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不能只是从台湾的一个国家 或一个市场来看人才 我们培养人才的重点 一定要有国际化 至于台湾的人才跟其他国家 尤其亚洲其他国家人才来做比较的话 事实上在传统上 台湾的人才是有很大的优势 台湾的优势的地方 因为台湾的人才 事实上这个试验能力是相当强 可以在世界或在亚洲的这个舞台上 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而且台湾的人才 一般来讲执行力都蛮好的 而且都苦干实干 这方面的传统的精神 也都是相当好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 尤其在亚太地区来讲的话 后来以前是日本比较独大 然后后来亚洲四小龙也上来 可是现在呢 整个这个 这个 亚洲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呢 像中国啦 印度啦 还有东南亚这些新兴的这些国家 也都一直在上来 那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呢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点 可是我们的缺点的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经过经济发展的这个 的这个时间也是有一段 比较长的这个时间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 这个市场的 当然一方面是比较成熟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市场的这个 这个发展的 成长的这个 力道呢 就会比较受限制 那相对来讲 像在中国啦 印度啦 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个 新兴市场的这种 成长的这个空间呢 比较大 而且呢 他们的人才也是会比较年轻化 那他们的特质呢 就是说他们对 对这个 这个将来的这个 这个前景的发展呢 他们的企图心很大 而且他们也有相当的这个 这个积极性 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 跟他们比较起来 我们相对比较保守 而且比较安于这个现状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对往后呢 我们的整个人才的 这个竞争上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 很大的这个挑战 从2005年开始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将近这个 十年的这个阶段 事实上在整个经济的 这种形态上 已经有做了 很大的转变了 因为欧美那边的经济呢 也经过一些 比如说像网路的泡沫化啦 还有后来也经过 这个金融的这个危机之后 事实上在整个 欧美的这个市场上 产生一些比较 微缩的情况 然后后来又有欧债危机 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欧美的市场 是有在减少 那相对来讲的话 亚洲的这个市场呢 一直在成长 所以呢 可以说从200年开始 一直到2005年 甚至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整个这个 亚洲这边的经济的发展形态 已经转变成为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 Made in Asia for Western Companies 就是说我们在亚洲制造 是为了欧美的市场 我们现在已经转变成为 在亚洲这边制造 是为亚洲的市场 因为我们整个内需市场 如果看整个亚洲 整个大亚洲来讲的话 我们内需市场呢 是是是已经在增加很多了 那这样子在人球的需求上 也是做了很大的这个这个转变 所以呢 我们所需要人才 当然制造业方面 我们还是需要很多人才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在 创新啊 研发这方面的这个人才 因为你 你要在亚洲制造 或亚洲的市场的话 你需要一些完全 不一样的创新的思维 不一样研发的方向 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台湾可以说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虽然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 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大 可是呢 台湾的这个人才 尤其在研发跟创新方面 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 在制造业的这个基础上 在进一步再扩大 变成在创新跟研发方面的这个人才 那这也是台湾杜邦 整个杜邦公司呢 在台湾也好 或在亚洲的整个布局里面 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我们也在过去几年来 我们也积极地在台湾投入这个研发方面 还有创新方面的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设备跟这个人才 台湾杜邦来讲 我们有台湾杜邦的这个研发中心 也有台湾杜邦的这个叫做创新中心 那这些不只是为了台湾的市场 同时也是为了亚洲的这个市场 同时也配合整个这个亚洲经济的这个转变 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并 随着这个经济的转变 我们台湾本身呢 并没有掌握这个这个转变的话呢 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个边缘化 我想人才是一个很广义的这个的这个定义 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所有的员工 只要他继续在工作上的这个表现 能够继续满足公司的这个要求 同时呢 他也有这个潜能 能够达到更高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位置 这些我们都是都是人才 然后也都是公司要积极要培养的这个的对象 那台湾的人才呢 我的建议第一个 台湾的人才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目标 不要只是满足于他现有的工作而已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要有非常高度的企图心 因为现在的竞争不是只是在国内人才的竞争 而是在国际人才的这个竞争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要充实自己 做好自己的准备 然后呢 让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来跟其他的国家的人才来竞争 然后你所具备的这个工作呢 不只是在能够在台湾国内的这个领域来工作而已 同时呢 也能够在亚太地区的舞台跟国际的舞台 都能够来做这些 要高级具备国际的这个领导能力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谢谢大家